Hello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夏天的我的最愛 其實因為我6月都沒有拍我的最愛 想拍一個6月7月的我的最愛 很多都是一些夏天我都很喜歡用 和一定會用的產品 我最近都只是在用這些 都沒有搞一些很誇張或者很不同的妝 我首先是美妝講起 第一樣就是我這個Lineige的BB Cushion 這個是她新的Pore Control 我是21號認識Natural Beige 我想你在廣告上也有看到很多她的資料 和平常的BB Cushion也是差不多 打開就是這樣 我應該整個6月整個7月都有在用她 我很喜歡她的 塗上她的感覺 而且覺得很自然 顏色也適合我的 是中間的顏色 也挺控油的 她不算是超級滋潤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喜歡 Lineige另外一個 就是她舊版的比較滋潤的方法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乾的人 就可能會喜歡這個方法 但是因為我要習慣一下 香港這些潮濕的天氣 所以就選了這個Pore Control 我覺得也是挺好用的 而且很方便 塗完我的保濕的面霜 就可以直接塗她 不用用這個Primer 也不用塗SUNSCREEN 不用防曬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不用塗那麼多層的東西 在臉上 感覺上輕盈一點 薄一點 所以我也是很喜歡她的 她的遮瑕也是很建立的 所以 也算是一個Light to Medium遮瑕 我也很喜歡她的 另外呢 這個就是我新買的Hula 我是一個 塗了底妝之後 一定要打陰影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臉也比較闊 如果不打陰影 就好像沒什麼精神 而且很平 所以我蠻喜歡這個Hula 它裡面呢 它裡面有一個掃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掃 我用過 但是它不停地脫毛 它又不算特別特別的柔軟 所以我用了幾次之後 都覺得一般 可能你覺得它的形狀很適合 在這些位置上妝 但是它就很脫毛 那 就 對我來說一般 我也是用一支 Angled的胭脂掃 會比較好 那它本身的產品就是這樣的 它不算是太橙 或者太黃 這樣的顏色 然後是雅色 沒有閃粉 所以就很適合打陰影 那 都是 比較適合夏天 就是你不想 如果臉有很多油光 或者珠光 的話 都是適合的 所以 都用了這個一排 然後呢 就是這個 Rimmel的Stay Matte Press Powder 是一個 粉餅來的 那 它 好呢 就是它價錢便宜 這個是 它 透明的 顏色 那 因為我覺得 可能夏天或者冬天 膚色有些不同 那就 免得不停在那裡買不同的顏色 粉粒很幼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紅油的 就是 我早上妝後 就撲一層粉 然後再 下一個 也是另一個我的最愛的 Urban Decay All Nighter Makeup Setting Spray 那 那 我整天的妝 就是 底妝就不會用 不會走樣的了 所以 都是很喜歡用這兩個 combination 夏天 尤其是 對 非常之有效 而且 是我夏天的救命恩人 另外呢 就是這個Benefit Roller Lash 那 我之前好像 在一個Hall Video 都有說過它 那 我其實很少 除了我的Dior Show Iconic 和 MJ之外 很少都會說一些 不同的 mascara 因為 真的很少可以 很持久 在我的眼裡 因為我的眼睛 也是比較油性的 那它呢 就是沒有MJ那麼持久 然後 Dior Show Iconic 是 不防水的 那這一隻呢 它就 說一下就說是防水 但我覺得 不是特別防水 那 它 就是 Super Curling & Lifting Mascara 那我真的覺得 它非常 即是可以 不用夾眼睫毛 就可以 令到 眼睫毛 很囂 和很囂 那 我覺得是一個 即是不用 煩 但是又很用的 一個 mascara 但是可能下水 或者油眼的話 就未必是非常持久 但是 我也挺喜歡用它的 所以 都是那個 夏天 或者 六月七月的我的最愛 另外 這個呢 就是Remo的 Provacalypse 那 香港好像未必有的買著 那 這個是 730 MAKER MOVE 這隻 上面看上去好像很深色 那 但是 其實 它是 差不多 像我的唇色 那樣的色 我發覺 它是 我早上 我早上 7點上妝 去到晚上 10點下妝的時候 沒有補過唇膏 但是 我還是要用 Iron Lip Makeup Remover 即是油成 有兩層那種 才可以抹掉它 所以 我就覺得 它非常非常持久 那 那 它 整天來講 它都可能脫掉一點色 但它不是那些 脫掉到一塊塊 或者很不自然地脫掉的顏色 那 我覺得 如果你是 一個不喜歡煩 不喜歡 帶一支唇膏 出去補妝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產品 那 那 Remo的產品都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不妨去試一下它 另外 就是這個 我也講過很多很多次的 Real Lasting Eyeliner 這個是K Palette 那 不得我講 也挺持久 就是它眼 有時候我畫 它眼尾可能會脫掉 但是它不會是化開那種 它是 一粒粒 你很容易就可以抹掉的 那種 那 我覺得也OK 因為 很少眼線 是可以不在眼上化的 非常好用 而且很容易用 所以 也很喜歡它 然後 這個呢 就是一個 Brow Pencil 那 這個是在Excel的 那 Excel 可能 你少一點聽 或者 我不知道 香港有沒有 但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那 它是 扭出來的 給我 Achill House 那種淺一點 和啡一點 那 它的好處 我覺得 就是 第一 它是 筆 扭出來 你不用擔心 它 後面就有一個螺旋掃 就可以掃開眉毛 然後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就是 扭開 這個是 眉粉 那 我平時 不喜歡用眉粉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煩 就是 去旅行遊 要多帶一枝掃 但是 這個 一枝就完成了 很方便 而且 如果香港的天氣 我就會用 眉筆 因為我覺得 沒那麼容易化 和走樣 但是 如果去旅行 每天都會用它的眉粉 非常之方便 而且顏色也蠻好 又蠻持久的 所以 我也覺得 如果你找到一枝 好像這樣的 眉筆的話 就真的很好用 而且可以試一下 然後 我之前在我英文的頻道 也有說過雪花壽的一些產品 我今天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這兩個月都是不停地用它們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過去那邊看 另外 我也是 我的美麗日記 或者任何一些保濕的面膜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夏天 因為 你曬得多 皮膚就自然乾了 所以 皮膚有時候 都會 開始有些狀況出現 我都會敷一個 我們美麗日記去急救 我覺得 這個是 墨西哥先人掌面膜 它很多保濕的面膜 都是非常有效 而且 我很建議大家去買 不貴 所以 我不覺得 如果便宜的 有用的話 就為什麼要去買貴的東西 所以 都 是的 我的美麗日記 都是我 目前來講 買新的面膜 都是會回去找它的面膜 6月7月就是 用這幾樣東西過活的 都不是很特別 很多花樣 但是 我差不多每天化妝 都只是用這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產品有用 希望 這條影片幫到你 還有 可以介紹一下 不同的產品 又便宜又貴 讓你試一下 希望你們暑假 還有一個月 玩得開心 我下次見 拜拜